3 3 2 1 哈囉 大家好 知道嗎 在我旁邊這位美女 可是以前的歌仔戲的當家花旦 潘莉莉 潘姐喔 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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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知道嗎 真的是 還是這麼的俏麗 美麗 動人 你知道她為什麼會出現在 一定要的啦 對 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 你知道嗎 她出現在這裡呢 是因為呢 今天是 芙蓉獅子會成立 那我們這位美麗的這個 莉莉姐呢 她當這一次的主持人 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其實也是會緊張啦 是啦 舞台站很久了 還有比較小的 我覺得我是唱歌比較好 不過 真的 她出來緊張耶 其實很開心的啦 其實我的感覺是說 希望說 芙蓉獅子會可以改變 很多很多人對獅子會的觀感 一般說 不是只有芙蓉獅子會啦 就是希望說我們這個 A2區 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 獅子會 都可以讓人不一樣耶 感覺 獅子會是真心要付出 真心要為大眾服務 真心要為所有可以 我們做得到幫助的人來做 耶 付出 對 因為國父講過一句話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當然呢 芙蓉獅子會 一定為她盡全力的為大家服務的 而且莉莉姐也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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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嘛 對 對 我有加入 對 你看沒有 加油 芙蓉獅子會 讚 讚 讚 呀